這短片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用慕密Maker在編輯影片的話 有的人跟我說他的 解析度沒有原本 原生畫質那麼好 那其實他 再怎麼轉檔一定會有衰減啦 但是有一個方法可以維持一個 蠻優質的品質 你會看到這邊 雖然有這一些高解析度什麼的類別 但是其實 他不如你 原本的那種高品質 所以 你要到最下面這裡有一個建立自訂 然後你可以新增一個 99999 那你可以 打1080 1920 1080 然後你將你這位元率拉到2400 2400是現在一個錄影 品質方面算蠻棒的一個基準 那如果是那種爛iPhone的話 iPhone他都比較爛 所以他遊戲錄影品質都只有7000而已 所以你如果去強制把7000拉到 兩萬事也是沒有意義 因為你iPhone本來錄起來的遊戲畫質就是垃圾 所以只有7050 iPhone錄起來就是7050 所以你會發現 iPhone他在抽插的時候會比較模糊一點 那你還有這個影格速率可以去設定 你可以設定大概50格就很不錯了 50到55了 那我們人眼看到的極限大概是59 那因為iPhone他的遊戲錄影很爛所以 他大概只能給你錄到45到50之間而已 所以你就不用期望太多 然後呢我們按儲存新增 這樣子 關閉 那下一次要儲存的時候你就會有一個999這一個 那你把它點起來之後你就可以儲存成剛剛那種的 蠻高階的一種 那個遊戲 影片的格式就是 會 你會看到這邊 剛剛我們有設定嘛999他就是比較 高位元率然後高 速率的這種增數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說你原本的遊戲 影片 會被這個Movimaker因為壓縮之後而變差 這就是Movimaker他 這個部分還算蠻有彈性的可以設定這些小細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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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